詞曲 合唱 詞曲 曲 編曲 演奏 遊民是官方稱呼 在一些法條或是官方文件裡面都是用遊民 那街友這個詞是 創世紀經會大概1990年代的時候發起的 他們就希望大家用更溫柔更友善的方式 有這個字很像是朋友 我們之前是朋友的感覺 街道上的朋友 可是王朝鑫之所以會想要民家者來稱呼 是因為更客觀的去看到他們是民家的人 他們不一定會出現在街上 他們可能是一個居所不穩定的情況 他可能接住朋友家接住親戚家 或是他睡在24小時的營業場所 麥當勞網咖 那這些人不容易在所謂街道上被發現 可是他們已經需要資源 需要幫助 所以用這個方式是希望提醒大家說 如果他今天是個居住不穩定 或是他居住的場所條件非常的不好 可能避癌不通風又沒有冷氣等等 或是過於的狹窄 那又或者是他可能經常睡在這種營業場所 那其實就已經可以 就是來做一些資源的介入 無家者是一個高度發展城市特有的現象 因為有一群人無法在城市裡面獲得比較好的機會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無家者 他曾經是一名水手 也是在北車流浪的人 更是芒草心街遊的導覽員 本來這裡有一塊牌子 寫著後站的牌子 為什麼會有這個後站牌子 以前在北部 以前很久以前 台北到處都是農田 然後日本政府來到台灣以後 就鋪上柏油 就馬路了 然後再蓋上鐵路 鐵路由北到南 然後就會慢慢的商業就發達了 然後一些人 就中南部的人 聽到說台北要開始怎麼建工廠啊 然後大家都想要來台北做事情 然後就賺很多錢回家 所以就一直一直跑來台北了 然後因為他這個交通發達以後 很多的中南部的人 就上來台北這邊開工廠 不是開在台北市 是開在台北縣 哪裡 三重 新莊五谷 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工廠它需要人嘛 所以當時 後面的就是職業介紹所 住在台北的人 穿西裝打領帶小學生 都往前站那邊走 然後一些中南部上來的人 都是一些衣服比較乾淨的 就往後站走了 這是以前的後站 這不到幾年前的啦 這我不知道啦 然後我介紹我曾經吃過的兩個地方 一個是這個咖啡這個地方 個人口味不一樣 我認為好吃 你們就不一定好吃 還有那個六周麵線 我是認為不錯 要這話自己買 大家跟我來 大家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前站那後站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以前還沒有那個繁榮起來 就我在這邊流浪一段時間 都是比較 算是農庭比較多 然後這是後來才蓋的 後來我也沒有說 繼續在流浪在這個地方 來我們往左邊轉 小心喔 階梯喔 這邊叫普濟市 我為什麼選這邊 因為我在流浪的時候 我是在教會裡面吃的 然後教會裡面大魚大肉 大家都覺得很好 就是說吃得很好對不對 其實不是 大家知道教會一定會去市場 跟人家說你奉奠一點啊怎樣 所以大部分 他們菜市場給的大部分是魚和肉 所以菜很少 所以這邊是發素食的 素食便當 它一個月有四天是發素食的 初一 初一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這四天 其中有兩個月 比較 特別 一個是一月 一個是七月 一月是已經 就是快接近過年了 所以說 一月是從初五到十五號 就十天而已 然後七月因為是普渡嘛 所以說從初一到十五 十五天 這樣 這個是 他們拜拜 有很多人 在這邊 然後大家知道 流浪的人 大概一天可能吃一餐而已 我知道兩餐有可以吃的地方 一個叫仁安 一個叫恩友 然後就是說 他們 每天幾乎啦 每天是發兩餐 中餐和晚餐 那因為 恩友是 我以前是待在恩友 所以幾乎是天天都沒休息 現在也是每個星期一都休息了 然後仁安 因為他們人可能比較少 所以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 都有再發兩餐 而星期五晚上 大家吃完的話 他會說 各位弟兄 我們這裡有準備乾糧 然後星期六星期天 我們沒有要服務各位 就是說你們 這裡有一包乾糧 然後讓你們回去 稍微度過星期六星期天 然後在星期一 我們再也繼續服務你們 這樣子 這裡本來說是職業介紹所 對不對 然後因為商業漸漸的發展了 起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兩個字經常出現 批發對不對 批發什麼 扶字 皮件 飾品 膠質類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五分譜 有 五分譜你們去買東西 買衣服 都很便宜 你們認為是撿到便宜的 對不對 其實 它這裡 本來是 衣服是堆在這裡的 而它飽和了 它想沒有地方送了 結果 後來它發覺大部分的人 都往東區跑 所以它就把那個衣服都 都放在五分譜那邊 所以大家才會說 五分譜的東西很便宜 那其實真正批發 批發中心是在這裡 這邊差不多下午三四點 都會有攤車推出來 然後就好像是小型的夜市那樣子 有空的話 你們可以過來逛一逛 好不好 然後我們走到前面去 來 以前是住在台北市大同區那裡 然後我家有五層樓 然後我家是住在四層樓 然後就是說 很詳細 家裡有父親母親還有一個弟弟 四個人生活在一起 然後我爸爸是有咽喉癌 然後就是我媽媽二度結婚 然後這個算是很複雜的情形嗎 會嗎 有一點點微微複雜 反正我是照著我的日子再過就對了 然後就有一天 我差不多十歲的時候 然後我爸爸去醫院復診 然後當天晚上傳回來的消息是說 我爸爸去世了 然後我媽媽 因為以前的女人都是 丈夫都是依靠丈夫的 然後當然家裡經濟支柱 經濟支柱有沒有 突然倒了 那整個家就亂成一團了 我媽媽就帶著我和我弟弟在住家附近晃了 整個人就崩潰了 變成人家講了什麼精神病啊 然後這樣晃了一段時間 我家住在五樓的一個 好像就是 退役軍人啊 然後就下來跟我媽媽講說 小姐小姐你的小兒子蠻可愛的 可不可以給我做小孩 然後我媽媽就是說 因為當時神經錯亂啊 然後他說 心裡好像想說 少一個人就可以 少一個吃飯的人就對了 然後給他給他 所以小兒子是 就是說我弟弟 然後就 差不多我十歲 我弟弟差不多七歲 然後就給人家了 然後我就在 我和我媽媽在 在我們家附近也是晃了一段時間 結果好像是被社會局 我媽媽就被送到療養院了 被人家送去中立國際耳榮村 然後在讀到國中的時候 被 讀到國二的時候 被前院長 以前我們是國際耳榮村的院長 然後收留在他家裡面 他家是住在林口 然後出三的時候 又回到我 我那個媽媽的前夫 他的第一個大女兒家 他是嫁到台中 然後就在那裡讀完了國中以後 然後就也不想升學啊 也不想讀書 然後就在家裡晃 然後他的先生 就看到我這樣無所自事的 就是說 因為他是在台中關裡面做職員 對 然後就是說 我可以介紹跟你工作嘛 當時台中關有兩艘船 一個叫騎士艦 一個叫騎士艇 然後他就介紹我到騎士艦上面去工作 對 所以就有那個水手的故事 對 然後就是說水手 然後我就是補充之後就送送公文 然後要開船的時候 我就插插童啊 然後升任國旗啊 站在店長後面 聽起來是滿有趣的 在船上的感覺 對 對我來講是 能夠 生活 不受人管束是最好的 許多無家者是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 疾病或失業而流落街頭 一旦被貼上街友的標籤 意味著他們將被房東老闆 甚至整個社會排除 故而他們只能選擇 不穩定的臨時工來度日 在收入不足身心俱疲 無法租屋等多重打擊之下 想要改變自己的處境 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得到腦磨炎以後 我在台中五五七的那個地方找工作 找的 沒有什麼工作可以符合我條件的 因為 畢竟 很多的工作 我做了差不多三四個月 人家就把我發而掉了 我沒有辦法了 然後 中部沒有工作 我只有往台北跑 因為台北是我的家 對 我可以再回來這裡 然後再一些混吃混喝的這樣子 對 就在這裡落地生根的感覺 最後還是回到台北 最後還是回到台北 然後就是說 然後就 家裡沒有啦 然後就住在台北火水 台北車站裡面的地下廳車廠 對 然後在那邊做事啊 吃飯啦 就這樣 一 estilo 一直有接觸到很多工作啦 可是照理來講 一些工作 最簡單的工作就是舉牌的 這是我做最久的 然後不然就其他的像說什麼 走陣頭之類的啊 感覺要需要一些體力 對 一些體力 然後不然就是說 你還要會手要有力 那些我都不行 我就走路的份 我在賣大智雜誌以前 是做舉牌的 民國99年 舉牌曾經跌倒過 我站在一個斜坡上 站50分鐘 休息10分鐘 然後50分鐘到的時候 我因為要上廁所嘛 然後就把牌子放在路邊 我認為是說 不會有任何狀況的啦 上廁所 回來的時候 剛好一輛黃寶車就把牌子收走了 我為了要追那塊牌子 我們組長曾經講過 你能怎麼樣 他不管 牌子丟掉 你一天只賺800塊而已 牌子丟掉你要付人家2000塊 我當然心裡緊張啊 我當然心裡緊張啊 追那個環保車 結果好死不死 環保車轉彎 我沒跟著轉彎 我又直直衝過去 從一樓半到二樓的 那個那麼高的高度啦 摘到人情道上面啦 雙腳粉碎進骨折 我那個時候就被送到淡水馬街 然後在那裡休養 然後清倉口 然後後來才轉到中心醫院 台鐵台北局和社會局 有說為了給他們那個 無家者放東西 而準備一個袋子 他現在那個就是袋子 放在K1 他那個晚上的時候 他會推出來 推出來然後大家都會 鋪在地上睡覺 然後差不多早上 差不多六點以前 就會把袋子收一收 再推進去 那個也是以工代證 就是等低收入戶的人 他們的優先工作 下面的行程 我帶你們去看我的規房 好不好 好 好 來 莊莊莊 是你的秘密基地嗎 算是我秘密基地之一 好 你秘密基地家子都被網發現了 對 我秘密基地家子都被網發現了 假如說我還能留到的話 你們不可能知道我秘密基地 好 不可能告訴任何人 對 秘密耶 告訴人就不是秘密耶 你秘密基地家子都被網發現了 你也要再進去 對 外面的 你也要進去 往旁邊看一下 那邊有個洗手間對不對 嗯 以前洗手間不是在裡面 是在外面的 我們要在十點以前 就要上完廁所 然後再進來睡覺 我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可以在教会随时洗澡 五天一天就洗的 然后七月六星期天 我回来比较晚嘛 所有的能够洗澡地方都关了 我们是怎么清洁的 就是洗手间里面有洗手台 然后毛巾拿起来搓一搓 然后再随意的先清洁一下 然后等到星期一 再好好的洗一下这样的 一个普通人 和一个无家者站在一起 他们两个身上都很干净 你们分得出来谁是谁 谁是无家者谁是有家者吗 你说如果他们两个身上 都一样干净 然后站在一起 你分得出来吗 分不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分不出来 所有的无家者 他们睡觉 底下都是铺纸板 因为纸板比较干净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无家者每个都有工作 不是没有工作的 他们早上一定会把纸板收起来 放在某个地方 那问题来了 他们会放在什么地方 不会淋到雨的地方 就反正就睡在这里 他们会放在哪 放在什么地方 对 大家看一下上面 哇塞 矮的可以叫 这有点比较高 所以看得到 我看不到 所以他的个头比较高 所以他在想要看那面 第二个地方 钢造体里面 然后有那个布 围着 第三个地方 里面 可以打开 这里可以放三个 算过 这个数量很精准 然后 这是他们的 我以前睡掉的地方 是在那里 因为他们早上 都有地下清洁员 来拖地 所以我们不怕 我们假如衣服脏了 然后就去一些 能够换衣服的地方 去跟他换衣服就好了 春夏秋 我睡在那里 然后这边没有车子过来 然后冬天 稍微睡在里面一点 我们有睡袋 就直接铺在上面 来 看一下 这三张图片 常读 游民放家当 车手藏钱处 哎 家当塑胶带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意思 车手 毒贩 都是犯罪的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啊 那我问你们 游民 要藏什么 家当而已 藏家当是不是犯罪 不是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说 他把这张照片照起来 意思是说 误导大家 游民可能会犯罪 误导游民犯罪的机会很少 除非说 我因为钱 出卖了 我就帮你做事 好的坏的我不知道 那被 被查到 这是他要坐牢 那出钱的人就不用坐牢 这世界公平吗 不公平吗 对不对 他有时候 他说 自物贵的治安漏洞 皆有 当自家的职权 的 除贵 然后不把分子 他就 他就 常毒交易 我讲一个 算是故事 在台北 北车站上面不是有很多游民吗 对不对 因为宝田跟游民在时常接触 都 都 都记得谁谁谁嘛 然后 有一天 这个游民 被一个 毒贩或车手 收买了 然后就替他做事 他说 你帮我去开置物柜 对不对 我给你个五百 或者一千 你留在外面 欠缺的就是什么 钱 现金 对不对 好啊 我 我 我帮忙开个支付贵就有五百一千 我和乐部 对不对 然后这个游民 跟宝田有接触 突然有一天 这个游民突然又不见了 然后 这个 宝田就在 在想说 这个游民普通都是出现在我眼前的 怎么最近都不见了 后来又过三四天 他又出现了 他又觉得很奇怪 然后这个游民 又被 又被这个人 给他金钱的人 说 你可以去帮我开 开置物柜了 结果他又跟着他走 宝田当场就看到 他也说 看看这个游民在搞些什么东西 他就跟在游民的后面 然后游民 跟那个 跟那个什么 毒贩啊 或是厕所啊 开置物柜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宝田就说 诶 你放什么东西 你自己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结果 他这个宝田就觉得乖乖的 打电话给警察了 这个游民 结果就被警察抓去了 吃亏的是谁 游民 对不对 所以 大部分游民都不是 金刚情愿要犯罪的 都是别人利用 利用金钱来 来指他犯罪的 曾经是街友的贾西亚 透过她的眼睛 带我们看见 他们眼中的台北 这是一个促进不同族群 互相了解的重要活动 当我们将混吃等死 好吃懒做的标签 贴到街友身上时 这个评价对我们来说 很方便 很轻易 却最容易成为 伤害他们的利刃 这样的评价 使我们忽视 眼前这个人 正经历他生命中 最痛苦 最挣扎的一段日子 每一段历史都是由人的故事 串起 从人的故事创造地方的故事 我们希望开启一扇窗 让大家看见有别于 刻板游民的其他面向 因为看见才能了解 让无家者能够在回家的路上 走得更加顺畅 希望大家能够来听我的导览 然后顺便可以体验一下 芒草心所办的一些活动 一些就是 像临时工啊 取台啊 什么啊 卖大支杂志啊 让你们说 有机会都来体验一下 这样大家才会了解说 原来无家者 并不是说都没有工作的 都像张吉西的 有机会 就无家者面临太多 刻板影响面临太多 不是真的的事情 他们很常被代言 被媒体代言 或是可能被一些学者啊 专家啊 代言 但其实 就是他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可以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 自信心的提升 为自己发声的感情 没错 当然我们更希望 就是透过他们自己这样发声的 这个活动 可以让更多不知道真相的民众来 多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就可以知道 哇原来无家者的生活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那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议题 也许当我们再一次谈论 就是无家者这个群体的时候 不会觉得他们只是个名词 会觉得他们是有血有肉 有自己喜好 有故事的 或是他们可能浮现老假的脸 对不对 老假的脸 没错 这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意识到他们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类 对对对 但如果我们一般市民 想要参加这个导览 我们可以从哪个渠道去看到这个活动 可以搜寻我们的官网 街道的街 游戏的游 谢谢妈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